变波发生大面积崩塌 终横公路花莲关圆段道路双向封闭 公路段紧急出动怪兽抢通 因为连日大雨酿成灾害 很多人也担心这场雨会不会下不完 堪比台风等级的狂风暴雨 晚上开车得要绷紧先进 而且坏消息是新的一波大范围封面又要来袭 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最后这段期间来讲的话 就是受到这个华南预雨区东移的一个影响 那尤其像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期间 水气上来讲是比较偏多的状况 清明节前雨纷纷 周一又湿又冷 中部以北有局部大雨 不过周二周三水气减少也回暖 高温有望回升10度 但周四开始到周日又受到方面的影响 北东地区转为阴雨 气温也明显下降 什么时候能有好天气 答案是4月4号儿童节 也就是清明廉价最后两天 几乎一整周都是湿冷天 但好险假期不是全泡汤 延假最后两天各地阳光露脸 接近中午甚至还会有些微热 不过东半部依旧是偶有阵雨 想要出门走走得提前做好天气功课 TVBS新闻周一峰高中张科 台北花莲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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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铃铛